咳嗽声 此起彼落 上海居民排起长长人龙要做核酸检测 根据当地规定 想出门要三天内的阴性证明 而上海市政府公布 6月1号起要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但台商没有那么乐观 政府说复工 但是有很多小区不放人 就是你去上班了之后 可以去上班 但是你就要住在公司里面 因为小区不让你回来 上海实施封控超过两个多月 再封下去不是办法 当地政府加强复苏力道 借助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 共50条措施 更赤资人民币3000亿元 约新台币1.3亿兆元 台湾企业不见得拿得到 只能自己靠自己 基本上都不知道怎么去申请 经济重振行动共四大面向 包含帮助企业纾困 有扩大房租减免和补助餐饮 和旅游业等员工 每人600元人民币 每户企业上限300万元人民币 针对复工复产 从6月1号起 取消复工审批制度和摆名单 还扣支援跨国企业设总部 和消费性补助 稳定外资和消费面 还将加快拨付财政资金 甚至寄出直接过房条件 吸引人才 各地政府都是拿出最大的诚意 那你说要完全都能够照顾得到 我觉得也是不太可能 服务业应该是受伤最严重的 六分之一的收入完全都没有了 上海露出解封曙光 但补助是及时语 还是看得到吃不到 还有待时间验证 新新闻曹日生谢宏睿 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